诸葛亮军内部腐化有豆腐扎攻城是真的吗 诸葛亮打赢的五都阴萍压根没有敌人防守是真的吗 诸葛亮打的五都阴萍对于曹魏不重要 敌人压根没有来援救是真的吗 诸葛亮占了两座空城就回去吹牛说是大胜仗 然后连升三级是真的吗 汉贼不两立国贼孙权称帝诸葛亮为什么庆贺 因为孙权称帝间接导致李延的败亡 这个说法对吗 好这里是超印和干货连载三国蜀汉传第132集 先看第一个问题 诸葛亮军内部腐烂有豆腐扎攻城是真的吗 这个说法有记载 有人说了也失败非也 是诸葛亮亲手写的朝廷公文 看实料承受诸葛亮几座府教篇取全三国文卷58 前后所作府都不可用 前到五都一日 伐鹿角坏刀斧千余煤 赖贼已走 若未走 无所复用 于乃之 比主者无异 亦收智之 非小事也 若临敌 拜人军事 诸葛亮亲手写的公文 说军队里面前前后后打造的刀斧质量不行 去打五都郡 砍鹿角砍坏了一千多把刀斧 幸好敌人逃走了 不然要出事的 这全是因为造刀斧的负责人不用心造成的 收押制作 这可是大事 如果真用这种刀斧打仗 我们是要战败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史料 一千多把刀斧是不是豆腐渣功臣 很明显是 这已经是后世说的第三次北伐了 竟然还存在豆腐渣 这也很神奇 你要是说诸葛亮君一直没有打仗 之前造的豆腐渣没有被发现 也好理解 这可都是打五都了 什么概念 225年打孟祸 228年春天打接亭 228年冬天打陈仓的好招 229年春天打五都 都已经打了孟祸接亭好招了 才发现有一千把豆腐渣 这是咋完的 如果这一千把豆腐渣 出现在接亭对付张合会怎么样 出现在陈仓对付好招会怎么样 多可怕 一夜一观点 这豆腐渣是打孟祸之前时代造的 当时资源不足 造了豆腐渣 一直没被发现 一A观点 资源不足 一B观点 是打完孟祸后 荆州派获利了 有人动了歪脑筋 好资源被中饱私囊了 用劣质资源造了豆腐渣 一B观点 中饱私囊 一C观点 这是打完接亭后造了豆腐渣 因为接亭战败了 许多人认为蜀汉不会在北伐了 所以造了豆腐渣也不会被发现 一C观点认为不会北伐 不会被发现 那哪种观点的可能性大呢 或者你提出来 一D 一E 一F一G观点 都可以 好 第一个结论 豆腐渣确实存在 但不能断定 就是内部腐烂 刚才的史料 似乎还包含了第二题的答案 第二个问题是啥呢 诸葛亮打赢的五都阴平 压根没有敌人防守是真的吗 刚才说了 诸葛亮军打五都 砍鹿角 砍坏了一千把刀 因为敌人逃走了 所以没出事 那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几件事 首先 五都郡的敌人 是有防御攻势 鹿角的 二A观点认为 有大量的防御攻势 因为砍坏了一千多把刀 但是二B观点认为 敌人的防御攻势数量 并非大量 只是常规数量 砍坏一千多把刀 那是因为刀的质量太差 如果是正常的刀 也就两三百士兵 一人一把就砍完了 总之 五都郡的敌人 设置了防御攻势 数量一般或者是多一些 这个逻辑对吧 再看 然后史料说敌人逃走了 三A观点认为 五都郡压根没有敌人 曹魏早就放弃了 敌人五百年前就逃走了 但三B观点认为不对 既然有正常的防御攻势 说明敌人是正常的守军 只是因为 诸葛亮玩了一个深冬击西 上个月还在死磕 东边的陈仓 这个月突然来打五都 把五都的卫军吓坏了 赶快逃走 卫军逃走了 防御攻势没有烧掉 蜀汉的陈氏军 来到过后要进城 先把防御攻势都砍了 砍坏了一千把刀 然后进城 三C观点认为不对 如果敌军逃跑 蜀汉军砍防御攻势干嘛 这都是物资呀 都是钱呀 收着不好吗 我认为五都军守军不多 没有想到蜀军会大规模进攻 就先防御 城市就命令攻击防御攻势 守军一看防御攻势没了 感觉自己要完蛋了 不敢与蜀军交战 直接就跑了 第三个问题 除了3A 3B 3C 三种可能外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 看史料 三国志卷35 蜀书5 诸葛亮传记载 七年亮浅城市攻五都英平 魏雍州刺史郭槐率众玉姬市 亮自出智建威 槐退还 遂平二郡 发现没有 曹魏雍州刺史山西士卒郭槐 亲自带领军队来救援 诸葛亮也亲自带兵来迎战 然后郭槐退走 然后五都英平二郡被蜀汉拿下 所以4C观点是 五都郡守军并没有因为防御攻势被砍光了就撤了 而是因为听到救援的郭槐退走了 救不了五都了 五都的魏军没有希望了 只能逃走 那么新问题出现了 郭槐到底和诸葛亮军交手了没有 是交手了战败了 郭槐军退走了 还是郭槐军一听到诸葛亮来堵自己 感觉局势上劣势了 就放弃了 没交战 直接就跑了 这位说了 这不废话吗 你再读一遍史料 亮自出智建威 怀退还 有写交战吗 白紫黑字你看不懂吗 是吗 那我们换一个史料 你再读一遍 张和进军荡渠 为备将张飞所拒 隐还南政 这段史料里面能看出来张飞和张和交战了吗 一个是诸葛亮来阻挡 郭槐退走 一个是张飞来阻挡 张和隐还 你感觉是退走向交战了 还是隐还向交战了 是不是感觉张和一听到张飞来对抗自己 就掉头回去的感觉呢 那真实情况是啥呢 是张飞打着张和丢弃战马 带几十人爬山逃走 但张和传里面就轻描淡写了两个字 隐还 写作了 理解了吗 这是史官的写作手法 史官没撒谎 张飞是不是来阻挡张和了 张和是不是回去了 有一句假话吗 至于你理解的没有交战 那是你的理解 史官没有说假话 那同理诸葛亮来了 郭怀跑了 4A可能交战了 郭怀大败跑了 4B可能交战了 郭怀没大败 但感觉路被堵住了 过不去了 放弃了 走了 4C观点 没交战 郭怀直接跑了 好 从1到4 各种ABCD 你们支持什么观点 评论区里留言吧 我们了解了这些史料 来回看一下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诸葛亮打赢的五都音频 压根没有敌人防守 是这样吗 诸葛亮打的五都音频 是曹魏不要的 压根没有人来援救 是这样吗 首先说曹魏没援救 是肯定不对的 郭怀亲自带兵来援救的 然后说五都音频 没敌人 也不对 有路角有敌人 路角被砍了 敌人逃跑了 咋能说没有敌人是空城呢 当然新问题也出现了 那五都音频 对于曹魏来说重要吗 这位说了 咋不重要 如果不重要 郭怀会亲自带兵来救援吗 也有人说了 如果重要 那守军也不多呀 城市大军一到 五都的守军 没有交战记载 直接跑了呀 好 五A观点 五都音频重要 因为郭怀亲自救援 五B观点 不重要 无所谓 这位说了 我们是来听你讲的 你的观点是啥呀 你认为重不重要呀 接下来是我的个人观点 一家之言 姑且听之 我认为五都音频 对曹魏不重要 但对于郭怀很重要 对于诸葛亮更重要 首先 为什么说对于曹魏不重要 五都音频 那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多一个少一个 无所谓 曹魏九个矿 九个矿里面 最不在乎的 就是梁州的矿 因为那里有胡人 老是被抢 产出的资源不稳定 而且梁州 相对不繁荣 相当于是个平矿 一个平矿 还总是被胡人截略 每次产出都会少一些 曹魏也就无所谓了 不太指望这个矿 这位说了 你不能光看产出 你要看战略意义 五都音频的战略意义 那就是没啥战略意义 因为曹魏又不主动打蜀汉 打蜀汉需要勤领运粮 这是地域难度的 这买卖太亏了 不划算 我们的古代历史 大部分时间是南北对抗是常态 一周割据是意外 那北方势力怎么消灭南方势力呢 那就是经济竞赛 比到经济碾压的程度就OK了 这就是贾许在赤壁之战时提出的类似国立论的思路 所以曹魏要做的就是不折腾 不乱花钱 北边控制住胡人 西边防御住蜀汉 闷头攒钱 我一年九个矿的收益 你孙权一年三个矿的收益 我一年比你多六个 十年比你多六十个 五十年比你多三百个 比你多三百个的时候 北方是小康生活 南方只是温饱 这个局势就碾压了 你南方的百姓就不想跟你孙家混了 他们渴望被北方占领 成为北方的子民 也能小康 那时候你孙家还打啥呢 就被秒了呀 所以站在这个宏观的视角来看 曹魏的发展就是攒钱 同时高改革 把一些贫瘠的地方变得繁荣 比如怀寺一带 原本是被曹操兼毙青野的无人区 后来邓爱选择两怀屯田 变成了大粮仓 这就是把贫矿变成负矿 本来拥有的矿 在数量上就比你们多 人家还提升质量 这你咋弄 这就好比富二代比你资源好 人家还比你努力 你怎么办 关键是人家还不乱花钱 秦岭运良这种一出手就吃亏的买卖 人家不做 顶多为了特殊目的 做个一两次 所以明白了这个大方向 五都阴平对于曹魏 既不能产生什么收益 又不是防御鼠汉的门板 无所谓呀 但对于郭怀有所谓呀 他是西部的刺史 这也是他的防区 地盘丢了 这是罪过 有人说了 没事 这对于曹魏都无所谓 谁会跟他计较呢 谁会 宗室会呀 曹家宗室跟曹家四族是劲敌关系 在职场上 你的一点点小过失 都会被劲敌揪住不放 劲敌不怕事小 他就怕没事可揪 所以郭怀必须救 而且必须亲自去救 因为我亲自来救 是一种态度 我尽命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不能因为郭怀亲自来救 就理解为这个地 对于曹魏很重要 这不化等号 但五都音频 对于诸葛亮至关重要 罗继和郭怀同理 郭怀丢了这地 在牌桌游戏上 这个过失会被放大 同理诸葛亮拿下五都音频 在牌桌游戏上 这个胜利也会被放大 因为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派 现在需要沉寂来说事 你别管这地 对于曹魏重不重要 这个胜利 对于荆州派 他非常重要 有人说了 一个对于曹魏不重要的地 这能怎么吹牛 能吹出啥来 那吹的方法可多了 从位置上来看 当年蜀汉和曹魏 有没有在五都交过手 有 张飞 马超 吴兰 雷同 联合军团来进攻 打的是曹红曹修 结果呢 因为是联合军团 集结的慢 张飞害怕 没有集结完成前 就被曹军进攻了 张飞为了拖住时间 放出假消息 说要切断曹红后路 这招被曹修识破了 曹修推断出来 张飞的联合军团 没有形成集结 建议全军突击 结果 吴兰雷同正亡 张飞 马超败走 好 当年五都之败 这对于蜀汉是耻辱呀 马超张飞什么人 最后的官职 一个是票欺将军 一个是车记将军 这是顶级将军呀 当时没有大将军 马超张飞是将军之首 当年蜀汉的将军之首 在五都没有干过曹军 还折将了 耻辱不耻辱 但今天 以诸葛亮为所的荆州派 为蜀汉的顶级将领 一血千尺 拿下了五都 牛不牛 这说明什么 说明诸葛亮的能力 比蜀汉两位顶级将军要强 那诸葛亮是啥 超顶级将军 这个逻辑顺不顺 再看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 因为郭槐打下柳城的高降 导致局面崩掉 许多人说诸葛亮不如郭槐 那这一次呢 诸葛亮亲自率军去挡郭槐 郭槐也是亲自率军 结果怎么样 郭槐退兵了 这是不是证明诸葛亮比郭槐厉害 谁说诸葛亮不如郭槐的 这么说明毛病吧 荆州派可以这么聊天吧 还有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了 这次是第二次 我上集说过 第三次和第二次其实是同一次 所以在当时人们的概念中 诸葛亮第二次就成功了 第一次北伐说是失败 但蜀汉有领土上的损失吗 没有 第二次北伐 蜀汉增加了领土 诸葛亮第二次北伐 就为蜀汉开疆扩土了 你就说牛不牛吧 总结诸葛亮是超顶级将军 比张飞马超强 诸葛亮击败郭槐 比郭槐强 诸葛亮开疆扩土了 那诸葛亮此时还是个右将军 这合适吗 之前接停战败的时候 诸葛亮自降三级 变成了右将军 现在怎么样 官复原职升回去 诸葛亮因为拿下五都音频 升官了连升三级 怎么样 你现在还觉得这次胜利 对于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派 不重要吗 诸葛亮229年春天打赢的 回来后就升官了 与此同时229年的4月 孙权称帝了 这真是好事连连 普天同庆呀 你升官来我称帝 爽不爽 这位说了 啥就好事连连 孙权是国贼 汉贼不两立 孙权称帝 跟诸葛亮有啥关系 有关系 诸葛亮派使者成政去庆贺呀 大汉丞相诸葛亮 恭贺国贼孙权称帝 这位说了 是不是诸葛亮要为了稳住孙权 虽然派个使者去庆贺 其实大汉并不承认国贼 非也 大汉不仅承认了国贼 还和国贼一起 划分了曹魏的地盘 两边约定 曹魏的豫州 青州 徐州 幽州 属于东吴 曹魏的眼州 济州 滨州 梁州 属于蜀汉 至于曹魏 四州的领土 以韩谷关为戒 两家人一边一半 看见没有 主打一个严谨 曹魏得说 谢谢啊 又能说了 这不就是小孩子过家家吗 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吗 有啊 东吴的布置 原本是济州墓 但因为现在济州 划分给了蜀汉 布置这个济州墓的身份 被取消了 东吴的朱燃 原本是眼州墓 现在眼州 划分给了蜀汉 朱燃的眼州墓 取消了 这位说了 我不关心东吴 我是说 这个过家家的行为 对蜀汉有什么影响 有 这就是最后的话题了 因为孙权称帝 间接导致 李延败亡 这个说法对吗 这两件事 看似没有关系 但却引发了连锁反应 刚才说了 因为重新划分地盘 东吴的布置和朱燃 都当不了之前的周末了 蜀汉这边同理 俄都有两个弟弟 一个叫刘勇 一个叫刘李 刘备四个儿子 分善勇李 这个勇和这个李 他们两个此时 一个是鲁王 一个是梁王 鲁和梁按照新的划分 属于东吴地界 所以他们两个 就不能是鲁王和梁王了 得换个名字 那换成啥呢 该叫啥呢 这位说了 就是个称呼阿姨嘛 叫啥不吃饭 有啥区别 文字游戏罢了 无聊无聊无聊 真是这样吗 如果只是个名字阿姨 叫啥都可以 那刘勇可以叫汉中王吗 可以吗 这位说了 那不行 刘备之前是汉中王 如果刘勇叫汉中王 那不就成刘备的延续了吗 不行不行 刘勇真的不能成为 刘备的延续吗 这位说了 当然不行 谁认为行的 刘备认为的 历史上刘备临死前 把刘勇叫到诸葛亮面前 要求刘勇和他的兄弟们 把诸葛亮当成父亲对待 然后刘备对诸葛亮说 如果你觉得阿斗不行 你就从我的其他儿子里面 换一个 这啥意思 如果在二百三十年 诸葛亮真的觉得 阿斗不行 要换一个换谁 那不就是刘勇吗 这是刘备临死前叫来的 让他把诸葛亮当爹的 那如果借着这次改名的机会 诸葛亮直接把刘勇 改为汉中王 那是不是意味着 阿斗就危险了 诸葛亮要用刘勇 来代替阿斗了呢 逻辑没毛病吧 你是阿斗 你怕不怕 你会不会担心 诸葛亮听刘备的话 刘备说的呀 我儿子阿斗要的不行 你就换其他儿子 阿斗当然怕了 他敢违背诸葛亮吗 诸葛亮出师表里面 一口一个先祖 十三次提到先祖 这在阿斗的视角里 听到的是啥 先祖说了 用我弟弟换我 所以阿斗必须乖乖的呀 不乖皇位就没了呀 这边说了 没了就没了 不当好了 失去皇位的皇帝 有几个能好好活着的 皇位没了 命也又没了呀 皇位可以不要 命能不要吗 那真实的历史走向 在这里怎么样了呢 诸葛亮有用刘勇的意思吗 没有 不仅没有 刘勇和刘李 还被改分为 甘明王和安平吗 这下阿斗爽了 阿斗发自内心的 得管诸葛亮叫爸爸了呀 这位说了 为啥呀 怎么改成甘明王和安平王 阿斗就爽了 其实这是个梗 184年黄金起义的时候 有两个王被黄金军俘虏了 朝廷又花钱把他们赎回来了 这两个王就是甘明王和安平王 所以这两个王代表的什么 大汉皇家耻辱 这次改分 把阿斗的两个弟弟 改分为大汉皇家耻辱 好家伙 这表达了诸葛亮有什么观点 在我心里 你阿斗永远是皇帝 不会用两个弟弟替代你的 这两个已经被我定位为 大汉皇家耻辱了 你放心 所以这一招高明一样 诸葛亮在北伐胜利后 反而选择拉拢了傀儡皇帝 阿斗 这位说了 阿斗都傀儡皇帝了 有必要拉拢吗 如果诸葛亮真的用刘勇 来替代阿斗 那新皇帝刘勇 是不是更听诸葛亮呢 对吧 那不比阿斗更好吗 非也 你们忘了一个大活人 他是东州派老大 他叫李延 他也是刘备的脱孤重臣 而且刘备把兵权给他的 如果诸葛亮敢用刘勇代替阿斗 那李延就能说诸葛亮是反贼 他就能从重庆出兵到成都 保护阿斗 宣布他们才是正统 诸葛亮和刘勇是反贼 两边分裂内讧 鱼死网破 如果李延赢了 以后就是李延携阿斗 以令一周 之后阿斗就得善让给李延拿的李分了 但诸葛亮没这么做 他拉拢了阿斗 那李延就没有机会拉拢阿斗了呀 现在变成皇权和项权是一头的了 分将大力 李延被孤立了 局势对李延极为不利 他如果宣称诸葛亮是权臣 诸葛亮是坏人 阿斗第一个反对 诸葛亮都把我弟弟弄成大汉耻辱了 诸葛亮必须是正义的 看到了没有 诸葛亮在胜利得势后 不仅没有飘 反而掉头拉拢阿斗 让李延失去了阿斗这个潜在的队友 这招真的很高明 这位说了 李延有啥可怕 他现在还有啥呀 此时的李延拥有永安和江州 他后来又带两万军队去汉中 如果留守在永安和江州的兵力 还有一万多人 那李延的总兵力在三万以上 如果诸葛亮真的立刘勇 那李延带三万兵去成都接管阿斗 这局面也很可怕 现在轮到李延傻了 阿斗和诸葛亮一伙了 他带着三万兵 拔剑四顾心茫然呀 我啥也没干呀 怎么现在感觉 我成了蜀汉的反贼一样 我怎么莫名其妙 就站在黄泉的对立面了 我是脱估重城呀 李延待在他建造的重庆城里 不知道接下来干嘛 弹劾诸葛亮吗 弹劾啥呀 弹劾战绩吗 人家打赢了 弹劾不忠诚 阿斗现在真的想管诸葛亮叫爹了 你弹劾他不忠有用吗 之前李延还讽刺诸葛亮 让诸葛亮称王 让诸葛亮给诸葛亮自己发九次 现在搞不好 阿斗真的愿意把诸葛亮分王 真的愿意发九次了 局势咋就到了这一步呢 李延只能待在重庆城里 这位说了 等啥呢 等诸葛亮战败 如果诸葛亮下一仗是败仗呢 那李延就还有机会 那接下来 诸葛亮军下一仗是败仗吗 李延和诸葛亮的局势 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咱们下集相聊 咱们下集相聊